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首站来到仿寮渔港 视察国际化冷裂加工厂与制冰厂建制 仿寮渔港是屏东渔业重要基地 红石也是国内石斑鱼养殖重镇 原旧有制冰厂因建筑物老旧 安全与卫生有疑虑 中央于111年核定总经费5000多万元 进行就地拆除重建 县府已在113年2月拆除完毕 不料全国营建缺工缺料问题 造成第二期经费不足 目前处于停工阶段 屏东县长周春敏现场向郑文灿 争取工程追加款近2700万元 期盼让工程尽快复工 解决渔民需求 那我们希望能够支持 仿寮渔会所提出的冷链 以及冰窟的计划 那能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让 这个鱼产品可以高质化 品牌化 那从产地到餐桌 那全流程可以维持品质 维持鲜度 也能够确保渔民的收益 那我想这个是屏东 渔业转型非常重要的政策 那至于我们其他的渔港建设 我们都会继续加强 包括我等一下要看的 岩埔渔港的客户运的码头 包括我们做小琉球的运捕 垃圾的清运 都会得到中央的支持 郑文灿表示 海湾过去因抽取地下水问题 导致地层下限 政府将持续进行规范管理 中央也编列30亿 亿后特别预算建设海水灌溉系统 而屏东占了近一半经费 未来将在访辽及东海地区 打造成试办区 郑文灿随后视察 新原海洋航运园区 周春平也极力争取改善 岩埔渔港的获区建设计划 他表示现有岩埔渔港货运码头 席位及设备 已无法满足琉球箱离岛地区 观光发展及民生生活需要 郑文灿当场宣布 核定1.65多亿元 我们交通过航港局支持的 这个后船是这个转运站 那六月下个月 我们就会来启用 那相对的 很漂亮 可以看着海 可以看着大五山 上面这个可以观景 我相信可以带动 另外一个渔港的一个风情 客运也好了 货运欠贷也核定了 那将来就是 丹港 收入区 跟我们的 建博 形成一个新的三巨头 新的铁三角 周春平表示 未来屏东县政府将全力加速规划 改善岩埔渔港货运码头席位不足 及缺乏陆运作业设施博取等问题 提升沿流线货运作业环境及货运服务量能 满足琉球乡 离岛乡亲民生需求及屏东观光永续发展目标 记者是新庭刘建荣采访报道 谢谢观看